2019北京试园会开门在即 举办地北京延庆城市整洁干净 道路四通八达 各式的鲜花和林立的树木 装点着伪传大地 延庆整装待发静待客来 行车穿随延庆城区 随处可见试园元素 道路两边的稻齐上 映着2019北京试园会 美丽延庆冰雪下都 和北京试园会举办地的标识 路口处精心布置的试园元素景观小品 彰显着延庆作为2019北京试园会 东道处的风韵 我们开展了景观的布置 布置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花卉的摆放 主要一个是在主要的节点 我们建了是九处 大型的这个立体花坛 另外呢 我们在试园会周边 这些这个主要几条主要道路 进行这个计算花卉 通过这个各种花卉来组团 各种图案 来展现一个花卉的 这个美感 到目前我们完成的花卉的 再织和这个白方呢 达到260万盆 同时 延庆区道路交通设施 也大幅提升 经理高速全面建成通车 打破了制约延庆多年的交通瓶颈 开往春天的列车 SI线在试园会期间增开车次 提升了整体运力 我们延庆区城市管理委 在试园周边 实施了八条道路这个建设 从17年开始进行征拆 然后18年进行道路实施图建工程 目前已基本完成 这个总里程是31.2公里 此外延庆区还在试园会周边 增设停车场 开展精品民宿等 延庆正义保姆的热情 迎接试园会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